我高中的時候夢想就是成為台灣紀錄寶石輪 那時候夢想是17、18歲高中 現在24歲,有達到 真的很開心,我剛剛就很激動 就哭出來了 對啊,就是終於辦得到 因為我以前的時候很常會胡思亂想 會想太多 然後我現在就是我今年就是有越來越進步 然後我就是把我自己做好就好 然後專注在自己的動作上這樣就好 然後不用去理會別人 所以就是成績都有慢慢的越來越進步這樣 然後自己也是很努力這樣子 而且我就是今年研究所畢業了 對,比較以前還要擔心學業什麼的 就是什麼論文啊,可能就是會頭很痛這樣子 對,然後現在就是只要好好專注在你的夢想上面就可以了 就是老師比賽前,然後就問說 那這一次的目標多少 我就說190這樣 世界上有一個女生168公分 然後她可以跳過204公分 是義大利的女生 對 對啊 所以我才覺得我190應該也是可以 這一次的目標已經有達到了 全運會的時候再繼續努力這樣 希望可以跳到190公分 好,謝謝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